哎呀 就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月 我看他们说出什么来 第一次他喝酒我就说了他 根本就不改 第二次回来就是 挺不高兴的那种的 回来进门就坐着饭 完了在那儿就吃饭就喝闷酒 我是觉得一个人 就像我们这个年龄 身体都不太好 酒尽量能少喝就少喝 不是 人家身体挺好的 是因为我身体不好 所以我觉得他身体好 别再造自己的身体嘛 我就不让他喝嘛 我就把剩下那一瓶酒 我给喝了 你为啥喝闷酒啊 因为我喝得有点晚了 我进门的时候 我看他面是吧 就不一样了 不敢约事啊 我说得 我喝点酒 我就休息吧 我还没喝了 他再起来就给我喝了 您喝多了吗 喝多了 喝用了 反正我就觉得他现在 就是对我的这些态度 就跟那个结婚以前 真的是相差 结婚前想象他是一个 很疼人的男人 是吧 发现他不疼人 对吧 对 结婚之前觉得 他怎么都应该是听你话的 结婚之后发现 他没那么听话了 是吧 结婚之前觉得 他挺优秀的 但是他只对我优秀 结婚之后发现 他不仅对我优秀 还对其他的女人也优秀 是吧 对 那在现实生活当中 他跟其他的女人 除了借钱那些 还有别的这个交道和往来 让你觉得心里不舒服的吗 目前为止还没发现 这次是谁想来啊 我想来的 您想来干嘛呀 就是他现在要跟我离婚嘛 不是 您为什么要离婚呢 我感觉就是我现在又回到 我原先的那种婚姻状态 感觉特别不好 您第一段婚姻是为什么 跟前夫分手啊 这个我不想说 因为我受的伤害太大了 所以我离婚四年了 我都没想过去再婚 然后是他这一个月吧 慢慢地去做的这些事情 真的把我的心又暖过来 但是现在他又 不是 这暖过来 怎么这么快就凉了 您这心 我怎么知道啊 这种的不是我想要的嘛 不是 那您想要的是什么呢 您把它说清楚了 让他明白 这婚可以离啊 您要真不想过 谁也拦不住 但是你得让人明白 道理是怎么回事啊 我不想让他 跟那么多女人有来往 不是 没有什么女人来往嘛 有女人来往嘛 这个时间我们还是很短嘛 那将来以后要有呢 您确实跟很多女人 有往来是吗 有的时候啊 有单位的也有女的 单位的女的 对 对 对 图示吗 只要是有这个议讯的电话 他就发 就要跟你闹着 是 只要异性打来电话 您觉得有问题 是吗 还是他说的夸张了 我觉得夸张了 因为他以前 就是我们刚认识的 他就发那些 烂七八糟短信 我就 您都看到了 对啊 那您那会儿 为什么嫁给他 这么在意这件事 然后他跟我解释了嘛 但是结婚以后 还有这样的 就是借钱那件 除了借钱那件事之外呢 那不是还没有呢吗 所以你想象着 未来还会发生 对吧 对啊 行 所以坚决不过了 是吧 反正我是不想 你们来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一般闪婚呢 都是年轻人做的事情 为什么呢 冲动 而您二位 为什么这么冲动呢 就是因为在过去的两年 或者四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倒觉得不如咱就自个儿过